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金线秀花浪费 自从她管账以后 要这不给 要那不给 她自己的提挤钱 倒是多了一倍 这三娘哪懂的账目啊 熊儿 你去跟阿爹说 把账本要回来吧 我这一开口 阿爹肯定两头难做人 不急 再等等好了 等什么样 不好了 不好了 二姜子 染房把徐家订的五百匹布 全部都染 染偏色了 怎么回事啊 马兰比松兰便宜 所以你就把我配方里的松兰换成了马兰 我也是给家里省钱哪 换染料 省了多少钱 赔徐家五百匹布 又要多少钱 哎呦 我这个人就是还瞎操心 管账的是三娘 何必我多事呢 哎 夫人 哎呀 你不是不知道 现在家里根本赔不起五百匹布 你可不能再说不管啊 这是不难啊 只要三娘拿出自己的提几钱 这样不就够了吗 啊 哎呦 我 我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 怎么就管管账就给全搭上了 我从前管账也是跟三娘一样 交托烂额的 不过 多谢三娘体恤 揽下这样的苦差事 以后呢 就要全拜托三娘了 哎 揉儿揉儿 好揉儿 你可不能这样啊 我是代管的 你身子回来了 我 我给你啊 这个不行 三娘是爪辈 管账的应该是三娘 谁爱管谁管 反正我是不管了 来 拿着